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去面试 没想到通过了 收入还可以 之后每个周末我都帮一家女妆店拍平面图 我的衣品还不错 也会化点淡妆 追我的男同学也不少 我承认我是个现实的女孩子 友情银水宝这种话我不信 徐超是我在打工的咖啡厅认识的 他很阳光 长了一双桃花眼 笑起来很好看 当初他说喜欢我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在意 我觉得他就那样说一说 我就那样一听 他跟那些男孩子不一样 细心 有分寸 只是简单地对我好 没有说很多爱我的话 却默默地做了很多爱我的事情 他的分寸感让我感觉到很舒服 拍照给的钱越来越多 我也辞掉了其他的兼职 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给自己买更多的东西 徐超每次来见我 都开他那辆黑色大众 我们也会一起去吃饭 看电影 然后送我回学校 学校关于我的留言很离谱 有说我被包养的 也有说我在外面赚不正当的钱 我想过辞职 可是比起这些诋毁的话 我的生存更重要不是吗 这两年 我没问家里要一分钱 这下我如果没了收入 没人会管我 所有的朋友里 徐超是最懂我的 他像是朋友 哥哥 更像是家人 也是我孤独的灵魂 唯一的寄托 终于有一次 我俩喝完酒后 我看着他好看的脸 说了喜欢他 也是那天晚上 我知道了他的家庭情况 我早该猜到的 他跟我差不多大 就那辆大众 普通的家庭都买不起 我并没有很开心 因为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大到我奋斗一辈子 都达不到他的出生 但是徐超告诉我 有钱不是他的错 他对我的感情是真的 我们约定好了 我俩的感情 不牵扯到他的家庭 学校关于我的传言 就变成了 我有帅气多金的男朋友 我们在学校外面 做了公寓住 徐超在自己家的公司上班 我憧憬着毕业 成为跟他一样优秀的人 大四毕业季 所有人都在挤破头的面试 我也不例外 我们的大学 在本地属于一班 那一年的就业压力 空前的大 我每天只吃一顿饭 饿成了慢性胃炎 那一段时间吐得厉害 在徐超的坚持下 我去做了检查 没有想到 是我怀孕了 医生告诉我 我属于子宫内膜超薄 一旦做了流产 以后怀孕的几率几乎没有 让我做好思想准备 命运的巴掌 拍得我不知所措 徐超也很负责任地告诉我 会负责到底 再三考虑后 我们见了家长 那也是我第一次 见我的婆婆 很有气质 她表态 我们结婚这个事情 完全尊重徐超的意见 让我们自己操板 他们到时候出席就行 公公看起来很面善 全程没有发表意见 那个时候 我觉得自己 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婚礼的事情 徐超一手操板 当地最高端的酒店 给了我最好的牌面 光是彩礼就给了68万 不过这个钱 被我爸妈拿去 给我弟弟买房子了 婚礼当天 父母也真的只是出席 我爸妈自然欢喜 女儿嫁得那么好 扬眉吐气的 我妈在老家 都恨不得横着走 怀孕的那一年 婆家确实对我很好 每天保姆照顾 三餐都是营养师 专门搭配的 所有人都觉得 我通过嫁人 改变了命运 然而 这一切都在我女儿落地的 那一天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婆婆知道 我生的是女儿后 对我的态度 就开始怠慢了 因为生女儿是 大出血的原因 医生告诉徐超 我以后不能再生了 第二天 徐超也被喊了回去 给我安排了一个阿姨 在医院照顾我 一直到出院 我都没见到她的人 婆婆觉得家大业大 希望多子多孙 来继承家业 而我不能再生育 就再也不把我当回事了 出院后 阿姨告诉我 为了方便照顾 让我跟她住一起 我大概也知道 是怎么回事了 徐超几乎不回家 回来也是吃个饭 就匆匆走了 闺女的满月宴照常办 因为他们家 是有头有脸的人 表面工作必须到位 我就像是被打入冷宫一样 好几次婆婆 还把门当户对的女孩 带回家来吃饭 喊徐超回来 当着我的面相亲 我跟女儿 永远都是口味不合 不能上桌吃饭 在外人面前 她是人人羡慕的好婆婆 徐超是好老公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是怎么过来的 其实我想过离婚 但是孩子太小 在他们家不管怎样 有的吃 有的住 他们就是等我受不了 提出离婚 然后对外随便 给我安个不知好歹的名号 让我带着女儿 静身出户 因为所有的财产 都在我婆婆名下 我不恨徐超 但我恨她的懦弱 她可能真的爱过我 哪怕是到现在 也对我还有一丝怜悯之心 只是她太害怕她妈了 对她妈的话言听计从 但我跟女儿吃顿麻辣烫 都需要婆婆点头 今年女儿三岁了 我真的很想离婚 但是我快四年没上班了 一旦离婚 女儿可能要永远 跟我过漂泊的生活 你说我该怎么办 小鱼 小鱼是上大学时候 唯一一个会主动 跟我说话的室友 我知道她是写公号的 这几年 我经常看她写别人的故事 我发微信给她说 我的经历 也是觉得她见得多 刚好有这方面的经验 看能不能给我点建议 还有就是 我觉得她不会笑话我 我真的不知所措了 那晚我接到小鱼的电话 她说 她有一个特别的好的朋友 她叫天一 是国内非常有名气的 新锐命理师 也是圈内众多明星 商人的御用 无论是事业挫败 运势低迷还是其他 经过天一的指导后 都能开始变好 她自己和家人 都得到过帮助 小鱼说粉丝 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 她经常找天一求助 让我试试 看能不能帮到我 说着就把天一 推荐给了我 加了天一微信后 跟她说了我的情况 并合了我们的八字 当天就收到天一的回复 天一说 我的婚姻宫在日主的日之 不管是男命还是女命 婚姻宫被冲 都是不好的信息 冲代表冲走 动荡 不稳定 婚姻宫逢冲的命主 婚姻不稳定 容易婚变或者二婚 徐超的偏财过往 烂桃花朵 也就是说 出轨是迟早的事情 并说我们八字不合 男客女 会对我的健康有影响 问我是不是有过难产 或者生孩子时 大出血之类的情况 听了天一的话 回想起这几年 在婆婆不断地挑唆下 我们早已没有的感情 很多事情 就是命中注定吧 原本抱着半信半疑心态的我 听了天一的分析和建议后 一下子心里就明亮了 就像吃了定心碗 离开婆家的信心 更坚定了 天一说我五行洗金 建议我如果以后工作 可以去西北发展 关于婚姻 如果本身不幸福 离开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同时 去西北发展 会对我的感情运势 大有帮助 预测我会遇见自己的正缘 第二天 我穿了结婚前的衣服 化了妆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告诉自己 一定要振作起来 就算是离婚 也要体体面面的 在公司楼下 等到徐超的时候 他看我的眼神 有些不一样 我要利用他的怜悯之心 给我跟孩子 拿点最后的保障 趁着公公婆婆 出去旅游的两个月 我跟徐超关系缓和了些 我问他要包包 要黄金 他都会买给我 一直到婆婆回来后 他对我的态度 又恢复了以往 我明白 在我跟他妈之间 他永远都不会选我 我提出了离婚 徐超送我的东西 我变卖后 差不多有十万元 成了我跟孩子 唯一的经济之城 我带着女儿来甘肃白银 投奔了我表姐 她家孩子刚上幼儿园 她就帮我接送孩子 我出点钱给她 姐夫也没什么意见 说来也巧 我找的工作 就是黄金售货员 因为不错的外表 我很快就收获了一批客户 近几年金价的上市 我一些投资的客户 也确实赚到了钱 刘欣就是其中一个 她是做工程的 在我这里买黄金理财 她话不多 地地道道的西北男人 长得黑黑的 也不算好看 因为是客户的原因 她很照顾我 时不时的 也会对接一些朋友 来找我买黄金 她知道我有个女儿 也会买礼物给孩子 直到有一天 刘欣拿着他们的三个房本 户口本 六张银行卡 给我说 那些就是她的全部 如果我愿意嫁给她 她可以照顾好我跟孩子 那一刻 我居然被这个西北汉子的 直帅感动了 我告诉她 我不能生孩子了 她说 咱们有一个女儿就够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来愿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账 打赏 转账 打赏 转账